哈喽大家 今天试色对比两块 倩力双色珠光腮红盘01号和新出的02号 而且我发现和凯克加新款的爱心腮红上脸效果非常接近 稍后上脸看 我们先看01号性色 首先容量和日系开架 一贯风格不同 足足5.9K 会比40KM比高的性价比上市就超过 软糯细腻的土豆泥质地 配色是低饱和的直性色 搭配暖吊香槟色的水光高峰 来看暖黄皮深复色的上脸效果 官网推荐用手指但我担心破坏点钟还是选的刷子 即使用过散粉也不会有卡粉的现象 两边对比健康光泽感同时还有笑脸效果 而且不嫌毛孔 然后用细刷头取暖掉香槟刺 划过铲拿眼头提亮以及脸部高光 不得不说高光加腮红一起用上 多少有点猪油拌饭的感觉 可能更符合樱花妹的审美 但是我主玩更推荐只有其一 让脸部有自然的光泽感就好 接着对比看看 CAMIC加新出的爱心腮红P03蜜糖色 同样是珠光质地的杏糖色 CAMIC加的杏色则更明亮 嵌力的则更低调 上脸显色差不多 就是直直信信的颜色 接着来看新色 22号玫瑰色 一样的软糯质地 可以看到用一次盘子就像这种泥质地 虽然说是玫瑰色 但是也是暖掉的 所以黄皮也能用 高光则更强烈一些 更偏冷 对焦虚焦 水光感都更明显一些 依旧在定妆后上脸看 这块02号玫瑰色 上脸明显 显色度高于01号 相对更适合深肤色的暖黄皮 但是前提是底妆一定要非常干净 就这样看两边对比 气色真的好非常多 而且是微微的秀缩色 小脸效果更加明显 同样多次叠加也不会卡粉 而且这种玫瑰色系 在暖黄皮脸上非常合适 甜美微醺的感觉 我感觉单单画到这里就OK了 再叠加高光在全脸 甚至眼妆的区域 就感觉会有点多 如果是瑕疵皮或者底妆 不够干净的话 很容易显脏 而且全脸都是高光的话 一旦带妆久了出油 那就是一大片油甜 妆容就没有重点了 来对比同样玫瑰色的 Canmake爱心腮红P01 盘子里看完全不像 手臂刷色看是一个亮掉 一个暗掉的玫瑰色 这块P01是全系列 我最喜欢颜色 红皮上脸幸福洋溢的愉悦感 一点都不显存 上脸对比看是不是很接近 好了 最后总结对比下这两块颜色 都是暖黄皮脸 价约性色和玫瑰色 0R整体发色更保护 高光也是偏冷的 喜欢珠光妆感的 这两块都不错 看到最后的姐妹 再分享一个发现 倩莉就快0R好 和Canmake高光高的0R好 质地颜色上脸容量价格都一样 但是倩莉还多一块 塞红色哦